好 雖然晚了幾天 可是 該還的還是要還 所以我們 就來操作一次 上回課程中帶到的 自己一些開場 動畫 字體的製作 好現在直接 從畫面我們 一方面也複習之前 來 先 New Quadrant 開個新的檔案 好 我按Ctrl 或Cmd N 開個 New Composition 這邊也有 New Composition 好 現在是個 Testing Open 我們打 Op Op 設定720p 也要把你720 然後我格數的設定sense 這是我秒鐘 設好 500 就是5秒 好 好 我剛才直接按到Enter 它扁值就開了 把磚整個開了 好 你可以看 你看看那個Composition 好 一個合成圖層 它直接出現在這邊 用Op 就是它名字 好 時間座這邊 好 我可以先用這個 畫 B 好 讓 隨著螢幕大小 做 跟著便當 介紹 好 基本上最簡單的 我們可以先 直接就是上 直接 升一個字體出來 例如說 直接按T 好 Type 好 回到我們視窗 點一下 是不是出現了 我打個Blank 好 好 好 這邊 好 你的圖層就在這邊 然後 通常自中我們會怎麼自中呢 既然如果我們今天是一個圖層 拖拉到時間軌 它直接會自中 好 這沒有我們也可以這樣 我通常會 開這個 Title Action Set 好 去對 對中間的 好 這個十字中間的 對 好 除了用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字典 匯入不同的其他的素材 好 我們可以這樣 直接 按右鍵 Import Wire 好 那我們去開我們的圖層 我這邊的話 是在 桌面上 直接就有個專案 那麼幾面就有 好 這時候我 我可以找 Render 哇 騙句 好 這時候出現 你的圖檔就在這邊 記得養得好習慣 就我這邊講的 我都會先設定一個Portal 或者是 Image 然後 我們把我的 2D圖層的 宿材 直接拖拉到裡面 它就這邊 然後 剛剛我講說 直接拖拉到時間軸 它自己位置置走 你可以看 我把它拖拉到時間軸 齁 時間軸的關鍵是 在上面的 就是疊在上面 在下面就是在底下 好 你看是不是有點過達 過達的時候 我可以先把它打開 你看我的Transport 然後到Scale這邊 然後變小 變小 就是這個 你看 它是剛好在置中位置 如果你直接拖拉 齁 然後我們這裡 這裡可以試試看 我們改用 五大這個 當成一個 我們的主要的素材 齁 這時候就可以到 用眼睛 這裡把眼睛 關掉 它就不出現 齁 這時候你看 欸 它其實在這邊 有沒有 是它主圖 然後底下黑的 這攝像度是黑的 只是我們一起 在 Composition setting這裡 有沒有 設定黑色 出來黑色 它實際上是什麼 你知道 你看 你點透明圖的 然後它 等一下 它底下其實是透明的 齁 只是設定一個基本背景色 是方便我們在做運算 或 RAN圖出來的時候 沒有要帶透明圖層的話 沒有要帶Alpha的設定的時候 就可以用 然後 那我這邊還是一樣先回覆 它原始設定是黑的 原始是黑的 我可以去這裡 到Composition setting這裡 好 打亮顏色 換就好 如果換藍色 好 我們看藍色 OK 好 不太OK 我們就選別的 好 就看你看到哪一個順眼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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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用這個圖層 好 來帶動作 在動作 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 如果 我剛才 如果我們本身純粹是用一個2D這樣子 來做圖層的話 是不是就放大縮小來變 你看 我們可以這樣變 你看 來 基本上講 我們這個圖到這裡 好 我們在Position這裡 好 點一下 它出一個關鍵音格 就是 所以KeyBand KeyBand 需要兩個KeyBand 它才會動 例如說我今天打 我今天設定我 一秒鐘的時候 這裡 10 或兩碗倒這裡打 200 就 這個就是 跑你去的 點位 時間走的點位 就可以這樣按 可是我們這邊如果要到1秒 是不是打1.8 太划1秒 好1秒鐘的時候我要讓它在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 再點一下這鐘 它就多出現一個 Keyburn 然後你看 我想要從外面 飛鏡裡面 是不是又大變小 可以當然有這種錯覺的 所以我就到這裡來 直接把我的 Scale 這裡 Scale這樣 然後 我可以先設定 Scale 剛到這裡的Scale 這樣的位置 在這個位置 在開場的時候我這個Scale 是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搭照一個把它都遮住 這樣的話你來看喔 預覽圖成 我就按空白鍵 除了按空白鍵還可以 還可以 到這裡 有個 preview 點選一下 它就跑給你看 我到這裡 跑到這邊之後 我可以再做一個動作 到這邊之後它停住 我想讓它再動起來 一個是這個方向 到這裡之後 跑到這裡之後 我又慢慢放大 是不是有靠近的感覺 所以到五秒鐘的時候 我要放大到多少倍 放大到這麼大 好你看 這裡這樣就變爛 跑下來 有嗎 然後由外跑進 然後再幫 跑出來 這樣基本的片頭動啊 這樣是不是就完成 有嗎 趁著我們可以調它的 順 好 有順度 你看喔 我這邊已經 我如果把這個 Motion Bird打開 它是不是就更變更活了 預覽的時候 我們這個 如果我們今天 Enable Motion Bird的關掉 它就不會有效果 所以當我們開著 不要用英文的話 可以開著它 然後它可以自動幫你去做 一些 都會有調整 之類的 你看喔 好 你看 這是 我們在這個 不知道 只有最基本的 認識 只是要調整 Transform的狀態 我們就可以這樣做了 好 它下次跑得滿 我們可以把它用這個 畫出這個 變Quarter 然後 變跑快一點 因為我只要看動作 它就有點糊 可是動作就會看得好 好 有嗎 好 而且你看 中間這裡 就是帶彩影 彩影就是我們這裡開了 有沒有 開了彩影功能 它就會出現 你看 如果把它關掉就沒有 好 所以 它要增加有輸入感 你就要開你的Motion Bird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它大概 動作是怎樣 然後 它就是往這樣 好 可是你看 我今天還有另外一個速法 你看喔 好 就拿這個 這個這個來講 好 它在這邊 這裡來講 你看喔 好 當我把這個 系列打開的時候 X軸 Y軸 是多了 Z軸 是不是就多了深度 我們這時候就要利用深度來做一個3D空間的變化感 好 好 好 現在直接就 先關掉 關掉它這個 好 我們把這個也關掉 好 我們再把這個 文大學這個 校會再拉拖拉進來 好 它還是這麼大 好 這時候給你做 我們先把 Transfer 把Scale叫出來 先把原子的位置 Scale調好 好 我們等一下 這裡好了 這是我要它 飛進來的位置 好 我可以提前先到一秒鐘這裡 先按一個 Keyban 可是我只是Keyban 我想按Position 為什麼要按下 Position呢 因為我現在要開這個3D圖層 3D圖層一開之後 你看 X軸 Y軸 又多一個Z軸 你看 你可以藉由Z軸 來做它深度變化 什麼叫深度變化 你看 好 先在1秒鐘的時候 我要跑到這個點 可是在0秒鐘的時候 我要在框外 這時候我用Z軸這裡 Z軸這裡 Z軸複數就是 往我這個方向 有沒有 往我這個方向 跑 然後最後跑過我 好 這樣子說 你看 你看 這樣比剛才的 又來得更順 你看 而且我們還可以這樣做 這樣做的同時 我們可以到終點這裡 有沒有 你看 我們有可能要跟 還有 Keypand Assistant 這裡有個 Easy 硬 有沒有 變成鍵頭 鍵頭 什麼 寬度 口 開的是快到慢 所以你看喔 這時候應該是我速度快到滿意嗎 速度感有沒有就跑出來了 可是我現在讓它整個 往我的空間走我可以怎麼辦呢 你看我就可以這樣子 推自然方法是這樣子 我到 Layer這裡 Layer這邊有個 NumObject NumObject等於就是 沒有任何東西 只是方便做一些 位置 地點的 處理 所以你可以看 當我這個 當它出現的時候 我可以把原本這個 有沒有 設定好這個 我來看 原本我是這樣子 有沒有 原本有 遠到近 有沒有 這時候我們來看 五火尖尖 好 大 這個 好 好 這次 把這根 有根拖拉的 拖拉上面 這個 那 它把 在 NumObject 就 我要設定 模式關鍵 你看這邊出現一個1 我這個 負責第一個 圖能是他的兒子 所以他怎麼動 我就會跟著怎麼動 這次我們就可以看 我可以直接在這裡設定 因為我只要是有 遠處往近處跑 所以我直接到Position這裡先做一個設定 在5秒鐘這裡 再做一個這個設定 就這個 到5秒鐘這邊 我可以直接這樣子 把我深度在0 等於中間的地方 它複數等於往我這邊跑 有嗎? 有嗎? 這樣好了之後 我再去做設定 等一下 我再做設定這樣 有嗎? 你看 當它跑過來的時候 可是整個圖是不斷在往我這邊 做位移的 所以你知道 越來越眨越眨 好 可是我們可以怎樣 你看 我到這裡來 我這個這種東西 會是要 它最後的時候 是比較 太遠 先讓我遠回來 好 等於最後這5秒鐘 我希望它是往我這邊跑的 往我這邊 好 所以它一開始這邊 就已經有帶動其他圖層做 一起的運動 你看 你看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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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過來 到裡面 開始會有 這樣跑著就有 那這時候很厲害 怎麼做 這時候 我 是不是就在 這個圖層這邊 有嗎? 去做一些更為細節化的處理 你都可以自己去玩 有嗎? 全數人的視頻都可以 基本款那些片子的動畫就是這樣 有嗎? 我先把它整個圖由外面飛進來 其實飛進來中 還有另外一個牽絆 像另外的牽絆的前面 然後不斷 在往這邊做移動的位 有嗎? 一個最基本的開場棒的期望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好 那好的之後我們再故意 好的之後我們要怎樣 按 圖人的那個 有嗎? 這時候就出現 這 東西 可是你的電腦應該出現AVI 如果把它變成MOV 你就知道這樣 有嗎? 你把它做一下 我那現在就做一個設定 好 我 Scientific 那 然後 他們做一個設定 大概 就是這樣 設定完好之後 按OK 這時候 按完之後再來我們來看 我剛沒有講 所以API這個東西 你看 因為我這邊是原本的MOB檔 所以API等於是你到這裡來 等於說 你Formation QuickTime的時候 這邊就會有MOB可以選擇 你還要做個更細節的設定就在這邊 一般來講我們就直接用Animation就行了 好好的就按OK 基本上我們如果都設定完了 好 如果這時候會變MOB 好 你再去改名字就好 好 所以都好的時候 我們就算做算做 按Rende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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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